今天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长荣行情在元旦集体请假 造成航班严重的延误甚至是取消 董事长陈永玉在昨天和员工开会之后 长情公司今天傍晚是发表了最新声明 表示为了要激励员工将会加发四万块钱奖金 并提高春节的加班费 而公司也对于元旦的班机延误事件向大众致歉 元旦连续假期长荣行情员工集体请假 争取加发年终以及优化劳动条件 却眼睁睁看着桃园行情先调薪加发年终 不少员工士气低落 运量宁晚年终就要离职 长荣行情在七号傍晚发出声明 近日与员工座谈之后 推出奖励方案 农历春节前将再发放四万元 另外针对延强加班的情况再提高加班费 春节期间除既有春节红包之外 新增春节员工出勤奖励 而针对员工其他意见 公司会另行研议 公司也对员丹期间航班延误郑重表达歉意 我们也是跟长荣集团的这个 不管是指公司母公司 我们都会持续的要求他们 然后就是一定要这个 不能有这个打压员工 然后还有就是还是要去提亮员工 实际上的工作状况 桃园市政府劳动局表示 自员丹集体请假事件之后 劳动局就和长荣行情资方 开过两次会议 要求妥善处理劳资纠纷 现在乐见资方有回应 也会持续关注后续发展 而过去协助长荣行情员工的 长荣航空企业工会表示 近期陆续接到长荣行情员工 来寻求协助 怀疑长荣行情企业工会 疑似是资方工会 目前会员仅有33人 而且是主管职 从未替员工发声 因为这个工会都没在运作 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那其实依法应该让大家加入 我们也希望这个资方工会 可以不要阻挡员工加入 因为这是违法 工会转述 长荣员工对于公司回应 加发奖金 虽然感受到诚意 但是也希望能够就人力不足 过劳以及常常无法行使特修权 等老问题 能顺畅和公司沟通 目前已经有300多名 长荣员工联署 要求加入长荣行情企业工会 记者学雅林今天台报道